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进入超级迷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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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颜同ZELDA穿梭时空 从三十年代到本世纪初 游览跨越七十年东方电影的人与世 一起回顾电影中的经典歌曲 请马上入座 超级迷俱乐部 欢迎你 你好 我是颜同 我们终于到了最后一集了 我打算既然是最后一集 就找一个对我来说 很有启发性的人物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他是香港一位著名的导演 编剧 监制 甚至是演员 如果说吴雨昕是暴力美学大师 那他就是武俠片大师了 他大胆 负想象力的风格 就终结了旧港式的武打片 而为香港电影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他就是徐克 生于1950年的徐克 本名是徐文光 他原来是越南人 1966年移居香港 之后就到美国攻读电影 其实当时他的父亲是建议他学医的 但因为他自己真的太喜欢电影了 所以就改学电影 亦都因此父子的关系就变得冷淡了 亦都一直到了1984年 徐克带着当时的女朋友 就是施南生 介绍给父亲之后 两个人的关系 才开始改善 除了武俠片之外 其实他也有拍过不同种类的电影 不知道你记得他哪出戏呢 比如说新熟山建合 上海之夜 刀马蛋 黄飞鸿系列 新龙门客棧 青蛇 梁竹 刀 当然还有敌人杰系列 除了我说这些之外 还有很多很多出戏 尖宿黄尖就说 其实如果 徐克不是那么多变的话 可能他的成就会更大 或者是啦 但是我各人就觉得 每一个导演都不一样 有些导演是比较多变的 亦都喜欢多变 比如说刘嘉宁就说他在拍戏的时候就好像一只猫猫一样 也不知道他会想些什么 他天马行空 想象力极大 无可否认的就是他拍武侠片的确是有他自己的一套 他在香港电影上的特殊就有很多 其中除了引进了很多特别 而且是新进的科技之外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他改变了我们对王飞鸿的印象 在他拍王飞鸿系列之前 我们大家的印象就是王飞鸿是一个不苟言笑 很serious的一个很正义的老人家 在徐克的创作魔力之下 王飞鸿就变成一个有些幽默 很直肯 甚至因时有些傻头傻老的年轻人 他和十三姨的那段戀情 就很甜蜜 很romantic 还有在王飞鸿电影当中的最出名的招数 就是佛山无影脚 其实这个招数就是他和袁和平 两个一起想出来的 刚才就跟你说了 他其实是出身越南的 来自一个华侨大家庭 一共有16位兄弟姐妹 他在十岁那年开始 就已经对电影发生了兴趣 十三岁开始 就制作了八米里的实验电影 他本身也非常喜欢漫画 这个对他后期的电影风格是很有影响的 还有一个小小的才华 是很少人知道的 就是拍电影的时候 一般上都要先创作 Storyboarding Storyboarding的意思 就是将每个镜头的分镜画出来 就是将导演想像中的分镜先画出来 一般的导演都是请人帮他们画出来的 但是随刻呢 有时就自己着筆 而且还画得非常生动 就好像一本漫画书一样 那究竟为什么他喜欢拍武俠片呢 和他对创新的概念是怎样的呢 就由他自己跟你说 全世界只有中国人有武俠这件事 而武俠也都来源自一个很长远的背景 有千多年历史里面 我们去用某种方式去表达我们 对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 追求一种浪漫的思维方式 我们拍电影就是记录 我们自己故事的其中一个方式 武俠就是记录我们成长过程里面 一些很重要的文化特色 所以武俠也都反映着我们这一年代 对很多事物的看法 很多对事物的价值观 和一些我们追求的浪漫和梦想 所以武俠其实是一个 和其他的类型电影不同 在世界上来说 武俠是中国人所特有的一种 相当独一无二的一种表达方式 所以我觉得如果拍好武俠片的话 也等于将中国电影拍好 创意是我想最重要的一样 就是说你令到你的作品 有大有强烈的自己真正的感受 很多人认为创意 一定要和别人不同 但我觉得不一定 我觉得每个人的成长 和他的构成 他的性格和背景都很不同 只要他真的要相信那样东西 真去表达那样东西的时候 我相信他自然就会有一定程度的创意 我相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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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el like 要相信你 更加这个 executive 仁不顾身 仁慈心去婆婆 黄皱地里 没我吞至爱的歌 情龙舍我诗 仁千生千世都自我送 万载千秋也肯自你送 红香复我 焚心而放 仁慈心我已过 焚心我心 承担一切结果 焚心去婆婆 黄皱地里 没我吞至爱的歌 情龙舍我诗 仁千生千世都自我送 万载千秋也肯自你送 仁千世都自我 焚心而放 仁千世都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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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室千世都自我 知不得 刚才听到的那一首歌 就是1989年 陈克制作的一部电影 叫做《秦永》的主题曲 焚心似火 由叶善民演唱 秦勇這出電影是大陸和香港電影人第一次跨地區的空前合作 製作團隊非常龐大,而且聚集了所有精英 例如有香港著名媒體人金國亮做監製 動作指導是程小冬 由著名小說家李璧華編劇Oscar得主包得起但任蝕影 香港電影金像獎得主墨子善但任剪接 導演是張藝謀 這出戲是張藝謀和鼓勵一起主演的 主題曲呢 焚心似火由香港才子王瞻 就是張藝謀和顧家輝一起作曲作詞 這部電影的台前幕後聚集了香港和大陸多位的電影精英 是當時史無前例的一次合作 張藝謀曾經都說過 徐克是一個無理的導演 就是因為他的無理 所以就將張藝謀更深一層的纏質 展露得淋離盡致 那麼在徐克的心目中 究竟電影有沒有區域的劃分呢 意大利都可以拍活到皇帝 歐洲導演有拍美國電影 我認為導演本身不應該限制出生的地方 或者成長的地方 甚至居住的地方 本土電影不代表還是香港題材的電影 香港題材的電影不是打劫 黑社會不是黑社會 不是黑社會 就是警察出事 究竟是出事呢 一些很悲劇的社會現象 我不是反對拍攝社會現象的人 應該拍攝 但是如果你沒有對那個人有興趣 你就沒有選擇了 作為一個好導演 他永遠是題材 範圍比較大 還有去碰的人性、人類的問題 比較闊大 在徐克導演的生涯當中 有幾部片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說英雄本色、秦勇、上海之爺、黃飛鴻系列 當然還有最近的敵人傑系列 說到英雄本色 就要說一下他和吳宇森兩個的友情 當然吳宇森在他人生低潮的時候 有些人甚至說吳宇森應該退休了 徐克就很生氣 他竟然將自己本來應該拍的英雄本色讓給吳宇森去拍 拍完第一集之後非常成功 徐克就想說再繼續拍第二集 但是吳宇森就覺得不應該這麼激進 所以徐克就拿了個劇本過來 自己就大刀割斧地改了整個故事 所以忽然間第二集 你就會忽然間見到有一個 麥哥的媽生小孩 也都因為這件事 吳宇森和徐克 在藝術上和創作上的分歧就越來越大了 雖然是這樣 到今時今日他們兩個都還是好朋友 說到英雄本色 就跟大家分享一段趣聞 其實徐克在電視台工作的時候 就有提過兩個方案 就是英雄本色和善女優魂 但是都被拒絕了 哎呀走保啊 所以恩時華人生是很奇怪的 這兩個方案 隨刻之後就拍成了電影 而且還成為香港電影史上的經典 現在我們來聽聽第二首歌 第二首歌我選的就是他導演的梁竹的主題曲 大家對梁竹的故事都很熟悉 當年這張戲是由吳祈龍和楊彩妮兩個一起主演的 主題曲是由吳祈龍親自演唱的 他的廣東話都我覺得OK了 不是說很好但OK了 我想應該是比起郭富城說華語會好很多 那最後的首詩就寫得非常浪漫 無言到面前 與君分杯水 清中又濃異 流出心底罪 不論冤或緣 莫說蝴蝶夢 還你此生此世 今世前世 雙雙飛過萬世千生去 嘩...是不是很浪漫呢 我記得我看這齣電影的時候 雖然大家都已經知道 他大概的故事結構是怎樣的 但我記得我看這齣電影的時候 我是哭得很厲害的 尤其是最後哭憤的scene 我覺得在這齣電影當中 你可以看到很多很細微的導演的手法 還有他講故事的那種很細緻的詮釋方式 所以雖然我已經知道的故事 但是呢 都是很感動 看的時候真的很感動 有機會可以來看一看 現在我們聽這首歌吧 梁竹 300 我已經填上的籤 寫在你給我的風送上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无言都面前 雨滚分杯水 情终有浓烟 流出心底醉 不能怨怨 目悬蝴蝶梦 还你此生此生 今世前生 今世过万世千山 今世过万世千山 情终有浓烟 流出心底醉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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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你此生此生 今世前世 想想飞过万世千山 不愿意 不愿意 目悬蝴蝶梦 还你已此生此生 今世前世 想想想飞过万世千山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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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生 是不是 不愿意 能对 如何 容易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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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 第三段我就選了一齣我自己很喜歡的戲 要介紹給你了 這齣就是1993年的青蛇 由張萬玉、黃祖賢、趙文雀、吳興閣 一起聯合主演 我看資料的時候就發覺 其實徐克一直以來都很喜歡拍李璧華的小說 或者是找李璧華來做編劇 所以在很多徐克的電影當中 女性通常都非常堅強 我本身也都非常喜歡李璧華的作品 青蛇就是改編自李璧華的一部小說 也是徐克一直以來的心願想把它拍為電影 有專家說看徐克的電影有一個元素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情 無論他拍的是男人還是女人都好 當中的情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是拿英雄本色和青蛇兩個來比較的話 你就會覺得兩個其實兩個說的都是兩個人之間的情同意 青蛇其實是藉著一個民間故事就是白蛇傳 但是是由另外一個角度來寫這個故事的 就是由青蛇的角度去寫 隨刻希望在電影中表現的是現代女性對愛情和友情的看法 說到青蛇又要說一說一段八卦新聞 就是之前其實不是黃祖賢和張萬玉的 應該是梅宴芳和龔麗的 兩位演員就約定好 如果要演出就兩個人一起演出 其中一位如果是遲演的話 另外一方就不會做的了 但後來誰知道龔麗的檔期又排不到 隨刻就跟梅宴芳說 不如你就一個人飾演兩個角色吧 我想如果是這樣飾演的話 一定拿很多獎 而且我會很有興趣看看 究竟梅宴芳會點全式兩個角色 但是很可惜 因為梅宴芳是一個很講義氣的人 她答應了龔麗 她就不可以反躍 她覺得已經是有約在線 而且一個人做兩個角色其實是很辛苦的 所以她就拒絕了隨刻 這首歌是青蛇的主題曲 《流光飛舞》 是由陳淑華演唱的 謝謝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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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品亦說》 金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切哥 catholic 08102-124-124-194-124- наг得 tua 就让我将弯端飘雪 已冰青轻轻梦冥 带出一波一波前面 难人跟己回爱 已浮生千重天 若有情人触碎落线 未养是结婶 Zither Harp 似楼也似春风 伴着你过春天 就让你迷走烟波里 放出心底狂烟 抱一生春雨绵绵 我们终于要结束这季节目了 在这里要多谢大家的支持和捧场 如果你是听了几集超级影迷俱乐部的话 我真是很想很想听到你的意见 或者是你对这个节目的感受 所以你可以继续在Facebook 或者是YouTube继续留言 还有如果你是错过了哪一集 所有的节目都可以在Facebook 或者是YouTube找到 那要看多少次都可以的 我们又不收钱的 那我希望下一季 有机会和大家再见面 多谢大家 我是颜童 我们下一季再见 拜拜